你是否存在这样的困惑,面对生活工作中应接不暇的任务和挑战,深感无从下手,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,比如维持某些爱好,却发现时间和精力跟不上,一直很努力,但始终看不到任何成果,还和其他人差了一大截,最让你感到窒息的是,在这个泪卷的时代,同样是上班工作,下班带娃,有的人能每个月读十几本书, 有的人能在几个月内精通一门新语言,有的人甚至能在一年内学完,获得大学学位所需要的全部课程,为什么在同样的时间内,人和人的差距会这么大,这就要说到那些被我们誉为神人的学习方法了,即超级学习,这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方式,它指的是,在短时间内学会一些硬技能,比如演讲,写作,口语,数学等等, 超级学习者一书阐述了自主学习的底层逻辑,探索了学习的科学,并借助新的认知科学研究,介绍了非传统的策略,新技术,颠覆了人们普遍持有的许多,关于如何真正高效学习的信念, 作者斯科特·H.杨,是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快毕业的人,他十天就搞定了现行代数,一年就完成了麻省理工四年三十三门课程,还用一年时间游历了四国,分别学习了四种当地语言,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学习者, 他的学习方法非常具有代表性,值得我们借鉴,也许你会说,他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,自己没有那么聪明的老子,也没有那么远大的目标,作者要告诉你的是,快速学习有价值的技能,并不是只有天才能做到,而是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学习过程,超级学习是一种获取技能和知识的策略,虽然这种策略不是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,但它却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, 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,能够定下心来投入一件事的成年人少之又少,如果想跟上实质变化,在竞争中脱颖而出,哪怕只是加速职业提升,减少自己被淘汰的可能,超级学习都是你的最佳武器,作者通过考察其他超级学习者的经历,结合亲身体验,总结出超级学习九大原则,比起那些雄心勃勃学习高深内容的人,他更适用于普通人, 到你想学点什么,哪怕是有点难度的事情,都可以参照超级学习者,看看他们成功的学习有哪些要素,在书中,每个原则都用了有趣的个人故事作为影子,非常贴近实际,作者在阐述背后的心理学或实验原理后, 把超级学习拆解成具体的执行步骤来告诉读者该如何做,切实有效,适用于任何想要以自己的节奏学习的人,读完此书你就会明白,自己的工作越简单,越没有竞争力,可替代性也越高, 不管是为了当下的工作,还是为了长远的目标,都是非常有必要的,你完全可以借助九大原则组成的系统学习方法,快速,高效,掌握任何一门技能,或支持领域,实现各自已久的理想,拥有超乎想象的美好人生, 下期影片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高效学习的九大原则,欢迎订阅听世界,下期内容更精彩。